接下来为您播出热线12 9岁男孩无患淋巴癌 热线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它一个化疗结束之后 没有大部分缓解 而且有增长的趋势 住宅累累 她的父母又该如何面对 这那些无能为力的 就想放弃了 搅动全程的爱心接力 又能否让她绝处丰盛 师生怜悯求助的背后 热线十案即将播出 这里是河南省岁平县 徐阳镇第二小学 新的学期已经开学两个多月了 可四年级一般的韩子旭同学 却一直没有到学校上课 在同学们眼中 韩子旭不仅学习好 经常考年级第一名 而且她画的画和写的钢笔字也非常好 她的作品经常在班级里展览 可就是这样优秀的学生 为什么一直不来上课呢 原来韩子旭在今年暑假的时候 患了淋巴癌 一直在医院里进行治疗 我们想不想韩子旭啊 想 想对她说什么呀 想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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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返 我们美丽的 小姐 大家非常地 盼望韩子旭 早日 看我 各位中午好 这里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欢迎各位的收看 我是主持人小梅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 要关注的这位小朋友 她的名字叫韩子旭 她字写得好 画一画得好 在老师和同学的眼中 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 可是如今 韩子旭身患重病 这让她的老师和同学 感到非常地痛心 同样对于她的家人来说 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除了心痛之外 子旭的家人 面对着巨额的医药费 束手无策 那么接下来的路 又该怎么走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段视频拍摄于2008年 此时正在给小朋友们 唱歌的男孩 就是韩子旭 在老师和家长眼中 韩子旭是个健康活泼的孩子 时光飞逝 转眼间韩子旭 已经是四年级的小学生了 2014年7月 正在家中享受 暑假美好时光的 9岁的韩子旭 突然开始肚子疼 肚子疼 吃不下饭 然后去医院检查 检查不出来 都想的是肠精卵了 因为以前肚子疼的时候 去年前年的时候 也到县医院看过 医生说是肠精卵 就开点健胃的药 就是也是认为 他就是以前的那个肠精卵 没什么大碍 按照以往的经验 韩子旭的妈妈 给他吃了一些健胃的药 可是一连好几天 韩子旭的肚子始终没有好转 反而疼得更加严重了 后来又发展到嘴烂 牙疼 整个口腔里都上火 吃饭 只能吃面条 韩子旭的父母都是教师 平时住在隋平县县城里 2014年7月 河南大部分地区干旱 韩子旭的父亲就回到农村老家 给家中的七亩红薯地浇水 看到孩子的病情日益严重 韩子旭的妈妈慌了神 她赶紧给孩子的父亲打去了电话 记得有一天晚上是 孩子的牙特别的疼 疼得忍不住了 我们家里也没有止疼片 恰好那一天晚上 我有发高烧39度 在那种情况下 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孩子发 我说是我发高烧 孩子牙疼得实在受不了 我说你能不能今天晚上回来 他说我待会儿再想想 他一等会儿吧 就是 当时想的就是他 有点小体大作了 孩子的病 就是普通的病 我感觉没有那么重视 那天晚上 韩子旭的父亲并没有回来 看着发高烧的母亲 韩子旭很心疼 他忍着牙疼 像个男子汉一样 照顾着妈妈 孩子忍着疼痛 到我们这个药柜子 给我拿来儿童吃的那种药锐之清 然后又给我拿了一瓶矿泉水 说妈 这是我的退烧药 你吃一下吧 一连几天 韩子旭的母亲 带着她到医院进行输液 可病情始终没见好转 与此同时 韩子旭的父亲在老家交地 也一直没有回来 直到8月3日那天 也就是韩子旭 已经病了近一个月的时候 韩子旭的父亲才从老家回来 可一进门 韩子旭的父亲就要睡觉 我当时气就来了 我说孩子病快一个月了 好不容易怕你回来 还不你第一感觉 觉不睡 要带孩子快点去看 当时我就和他打吵 我说孩子是不是你的孩子 以前看病吧 都是在我们当地的医院看 他说到市的医院去看 我当时原来不乐意 因为天非常热 在家里也累几天了 我想休息一下 原来没有吵那么厉害过 就是普通的几句半嘴就结束了 那一次 他自己就带着孩子走了 我在后面追才追上 虽然不情愿 但韩子旭的父亲 还是陪着妻子和孩子 到了驻马店的大医院 进行CT检查 而检查结果是他们做梦 也没有想到的 当时孩子螺旋吸体 查出来之后 说是腹腔在位 在我的感觉里也听过 觉得腹腔在位 可能就是癌症晚期的意思 当时听了医生的话之后 就感觉到 孩子好像 有时间不太久了吧 就自己也生自己的气 抽到自己的气 我真的挺恨他的 恨不得也给他两个嘴巴 但是看到他 自己抽自己嘴巴 投往墙上撞的时候 一个人躲在角落里 他也哭泣过 经常看他那样 很无奈 看到那个样子 我真的很心痛 又心疼他 如果他再出了什么事 我们家该怎么办呢 天不是更塌了 这个时候需要我和他爸爸 坚强照顾孩子 因为韩子旭的病情严重 医生建议韩子旭 去到郑州的大医院 做进一步的检查 当天下午 韩子旭的父母 带着家中仅有的 一万元钱 给韩子旭 办理了住院手续 他这个淋巴瘤 不像实体瘤 你长一个块 长在肚子里边 长在胸腔 它是全身各个系统 都会影响 胃性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他一个化疗结束之后 没有大部分缓解 而且有增长的趋势 他骨穿是 骨髓里边 肿绒细胞是越来越多 来到我们这儿 已经转成白血病 韩子旭的父母 都是老师 两个人每个月 有3900元的收入 就在韩子旭的父母 为他的医药费 范畴的时候 病房里的韩子旭 传出了不好的消息 他就是第一个疗程 结束之后 有感染肺部感染 当时给他 就是告病危 心念监护 就是这些都做到了 确实 因为一旦他细胞 特别低的时候 再合并感染 这种感染 就是不容易控制 根据韩子旭的病情 医生立即采取 相应的治疗手段 三天后 韩子旭的病情 得到了有效控制 我们给他用了抗生素 过了几天 他这个体温就下来了 而且症状也缓解了 韩子旭缓解的病情 让他的父母 感到些许的安慰 可面对韩子旭 巨额的医药费 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我哥 我们兄妹六人嘛 他们五个 每个人 给我 借了一万块钱 他找他的同事 借了两万 后来 我大哥过来 拿过来两万块钱 两边的亲戚 都借了一共 借了后来 借了十二万块钱 亲戚朋友 借来的十二万元 让韩子旭的父母 暂时还击了 医药费的压力 可就在这十二万元 送到韩子旭父亲 手上的那天晚上 他却突然消失了 急 电话一直打不通 哥平时在家的时候 我都出去找他去了 但是 在病房里 我要看着孩子 出不去 真的急 丈夫始终联系不上 这让韩子旭的母亲 非常着急 丈夫会去哪里呢 又为什么会在 亲戚朋友 送钱的这天晚上 突然消失呢 想想白天 丈夫的异常表现 韩子旭的母亲 冒出了一个 荒唐的想法 难道自己的丈夫 是拿着孩子的 救命钱 不辞而别了吗 当第二天早上九点的时候 他拖着皮奔的身子回来 然后我才得知 他做了保安 每个晚上可以挣到五十块钱 我说我做一晚上可以 让孩子一天的房间费 就可以挣下来 我当时资金不足 想到以后的治疗 这个钱上 就去应聘保安了 原来韩子旭的父亲 在亲戚朋友送钱的当天 应聘了一份保安的工作 因为他知道 要想治好韩子旭的病 亲戚朋友的这十二万元 根本不够 他想多给孩子赚一点钱 于是他瞒着妻子 悄悄地去上班了 不让做 坚决不让做 他说你再做的话 我就回家走了 当时我是极力反对的 我说孩子生病 正需要我们两个 再说 就是你一月 挣了一千七百块钱 这一会儿 虽然起点作用 但是连一天的医药费就不够 万一说孩子在这边 突然发烧什么的 那可能是一天就能 医药费就可以 一万多 韩子旭的病像一个花钱极其 十天的时间 就将亲戚们凑来的十二万元 全部花光了 为了给孩子去筹集医药费 他的父亲以六万元的价格 卖了自己 花十万元 才买来不到一年的轿车 他还准备卖掉自己的房子 亲戚朋友都说 你的心情我理解 作为父母的 肯定是尽全力救自己的孩子 但是你们两个要清醒啊 这种病 治愈的希望是很小的 最后落的都是家破人亡 你们要为自己留点后路 就是想着 就把我们的房子卖了 钱花完了 甚至 把自己的气管也卖了 钱花完的时候 就不 如果到那个地步 还没治好的话 真的就不能为力了 不想放弃 韩子旭的父亲说 如果放弃 就等于他和孩子的母亲 亲手结束了自己孩子的生命 他们一辈子 都会受到道德与良心的谴责 不放弃 他们又实在没钱给孩子 积蓄治疗 当时孩子做那个西题的时候 是 七千五 手里就剩一万块钱 我知道这个西题做了之后 明天孩子就没有医药费了 当时所有的亲戚朋友 也都接过了 再也没法再借来钱了 万般无奈之下 韩子旭的母亲向他的大学同学 借了一万一千九百元 就当韩子旭的母亲希望丈夫 以能向大学同学求助的时候 他的丈夫却坚决不同意 从毕业到现在 基本上都是 我帮 我的同学 我帮我的学生 没有让他们帮过我们 再也像这样的事情 我也不想让他们知道 这个是我自身的原因 可能性格要强吧 不想让他们知道 也不想让 也不想让 不想给他们添麻烦 所以我一直没有长嘴 向同学们借钱 几经周折 韩子旭的母亲 偷偷联系上了丈夫的同学 在说明情况后 第二天下午 丈夫的同学就送来了医药费 他们班的同学 一共从老师 快三万块钱了 有五千的 两千的 一千的 五百的 一百的 二百的都有 三天时间 韩子旭父母的同学 一共送来四万一千元 韩子旭就用这些钱 维持着化疗 韩子旭的家住在 河南省岁平县县城里 在他家门口的玻璃墙上 满满的贴着韩子旭 从小得的各种奖状 这是在幼儿园学前班的 上学期下学期 这是小学一年级的 二年级的 三年级的 很心酸 孩子那么快乐 健康的在学校 接受一个正常孩子的生活 可现在在医院里 接受病魔的考验 与病魔作斗争 心里真的挺难过 孩子的康复日期 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希望孩子早点康复 韩子旭的母亲说 虽然他和孩子的父亲都是老师 可他们根本没有时间 给孩子辅导功课 平时都是韩子旭自己学习 学习成绩 一直都是名列前茅 说一说二的 也和孩子们打成一片 一起游戏 一起玩耍 搬牛奶的时候 他也都是积极荣业地去 去和同学们一起去分担牛奶 他还爱劳动 我们班的锁门的工作都交给他了 每天走得最晚来得最早 韩子旭不仅学习好 他画的画也非常好 看到记者来访 韩子旭将自己最喜欢的奥塔曼画成的画 送给了记者 尽管病床上的韩子旭 已经受到很大的折磨 可他并没有放弃学习 在新学期开始的时候 韩子旭还让妈妈 给他买了一台学习机 他说就是上面的 很多教材的所有内容都在上面 一是可以节省时间 另外你们出的题 也可能没有上面的全面 这样也可能更好一些 节约一些时间 你们就不用那么辛苦 再辅导我了 我实在不会的时候再问你们 虽然韩子旭的病情得到了控制 可他的体力却变得很不好 就连说话他都感到非常疲惫 得知记者要到他的学校去采访 韩子旭拖着疲惫的身体 要求记者帮他拍一段视频 他要和他的老师同学们说上几句话 能感谢学校老师同学们对我的帮助 在你们的鼓励下 使我增加了希望同学们在学校里能够开心 学习 祝福老师们工作顺利 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韩子旭的视频让他的同学们非常兴奋 大家都希望他能早点回到学校 韩子旭 我现在调整已经比你调得厉害了 我想让你挑战 快点回来 韩子旭快回来吧 以后我还要和你一起去 一起回家 一起上学呢 韩子旭 你的妈咪之前的 我的妈咪正在练 我要照顾你 你快回来 陪我一起去 教室里的同学们在激励着韩子旭 而病床上的韩子旭 在用他的肩墙和病魔做着斗争 可是要想治好韩子旭的病 需要七十多万元的费用 面对这一大笔钱 他的父母该怎么办呢 好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这位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天使云项目的办公室主任 朱爱经 你好 这位是我们节目的 特别评论员白宇 欢迎你 以前的观众朋友 你想帮助小子旭 或者想鼓励鼓励她的话 非常简单 您只要拿出手机 扫描我们屏幕下方 给出的二维码 您就可以马上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我们刚才看了这个节目 同时也根据我们记者的 最新了解 目前小子旭的病情并不乐观 甚至医院还一度 下发了这个病危通知书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子旭的父母 为了给孩子治病 现在已经是负债累累了 有人曾经劝他的父母 索性放弃了算了 当然他们父母 仍然选择的是坚持 面对这样的一份爱和坚持 白宇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看完片子以后 自己非常的受感动 我们说三口是家 其实三个人 是在相互支撑着的 来支撑起这样家的一个整体 母亲特别的不容易 父亲去老家了 母亲一个人带着孩子 孩子生病很着急 其实父亲也很不容易 外边很辛苦 回到家以后想休息 相互之间和妻子之间 还有不理解 而且后来父亲 为了去凑钱 要去做保安的工作 孩子其实特别让人感动 包括我们在片子当中 看到妈妈生病的时候 把自己的药 想给妈妈吃 后来想有一个学习机 自己还可以学习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原动力 是让我们感动的根源 而且我们说多难兴邦 那么对于一个家庭来讲 当家庭当中 遇到大事情的时候 实际上是对这个家庭 整体的真真正正的考验 这一家人 让我们感动的同时 我相信他们已经赢得了 这第一步的考验 那么在这之后 我们特别希望 这样的原动力能够 包括通过我们的节目 传递给更多的人 因为他们能够感动我们 我们相信他们的动力 会感受到 感动到更多的人 我们希望更多的人 能够帮助他们 我们也特别理解 他的父母的 这样的一份心情 因为我想天下的父母 有谁能够轻易地 放弃自己的孩子呢 但是尽管他们 是这样的努力 但是面对着 这样的一个巨额医药费 他们的努力 仍然只是杯水车薪 那么今天朱爱金主任 也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 帮我们的孩子 也想想办法 我们刚才看见 子序的全家 首先采取了自救的方式 到处去筹款 在这种方式 还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到 我们国家有医保政策 有一个基本的保障 那么建议子序的父母 去了解一下 在当地 他的医保报销 能够达到多少额度 那么白血病 还在我们 重特大疾病的 二次报销的范围内 所以他们要尽快 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另外呢 我听说 子序的父母 也申请了 小天使基金 那么因为小天使基金 每年有上千的孩子 来求助 所以他们在等待救助中 那现在孩子急需 治病又需要钱 所以我们也采取了 这种比较及时的 一些方式来开展募捐 第一个呢 是可以开通 我们红十字基金会的 捐款账号 银行账号 大家可以来给孩子 捐款 第二呢 是开通我们的 新浪微公益的平台 给孩子募捐 第三我们还有一个 生命天使 公益超市 那么定向呢 给小子序呢 有一个虚拟的产品 让大家可以通过 淘宝购买 新济产品的方式 给孩子捐款 小子序呢 今天才九岁啊 那么年纪又小 她可以说是一朵 含苞带放的一个花朵 但是她面临的是 狂风暴雨的冲击 那么又晓得 她能不能独自地 抵挡着狂风暴雨的冲击呢 我们也看到了 所有爱她的人 不会让她一个人 来面对的 那么她的老师和同学 现在已经自发地 为她进行捐款 同时还写出了倡议书 那么他们所做出的努力 又能不能为子序 争取到一线生机呢 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 继续往下看 韩子序是河南省 岁平县曲阳镇 第二小学的学生 她得白血病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学校 为了挽救她的生命 岁平县曲阳镇 第二小学的全体师生 自发地为韩子序捐款 我们班捐了两千多 私一班也捐了两千多 我们学校的师生 一共捐了五万多 廖老师说 这五万多元的捐款 和韩子序昂贵的治疗费用相比 可能是杯水车薪 为了扩大影响力 呼吁更多的人帮助韩子序 她还和同学们一起 写了抗议书 抗议书 抗议书就是说 韩子序在 十假中 不用得了的一个 淋巴 白血病 家里花光了 所有的机器 换顾身移植呢 还需要 五六十万 对他们家庭来说 确实是一个困难 所以呢 就写了抗议书 韩子序的同学和老师 为她捐款 以及写倡议书的事情 很快被当地媒体报道 报道已出 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 很多爱心人士 纷纷向韩子序 伸出了援助之手 你一共捐了五十一万了 五十一万 将近五十一万了 这些钱都在我的 这个公布的 这个公司卡上 将来 全部人的孩子的医药费上 就在韩子序的老师和同学们 为她捐款的时候 韩子序母亲和父亲的学校 老师和同学们 也在为韩子序 筹集治疗费用 老师捐了两万多 学生捐了三万多 一共是五万多块钱 好多学生都给老师反映 老师我们去郑州 看看我们的老师吧 因为比较远 也注意学生的安全 所以没让去 但是她的学生都是捐了 三千多块钱 好多学生都把自己的生活费捐出来 一定要是支持老师 韩子序的父母都是老师 在韩子序住院治疗期间 他们一直在医院照料韩子序 每当想到自己的学生 韩子序的父母都感到很惭愧 韩子序生病的这段时间 其实心是分两半的 一边在想着韩子序 能快点康复 另一方面真的挺想那边的孩子 每一天都在想那边的孩子 今天又学到那些东西 谁谁今天是不是又在课堂上 总之吧 心很牵挂 八七的这一班孩子 想到这时候 心里挺难受的 特别是 每到九点半以后 我班的学生给我发短信 都在安慰我 照顾好孩子 但是我却没有办法 回去 去教他们 去管他们 韩子序的父亲说 他们全家一辈子 也不会忘记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们 目前韩子序已经转院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做进一步的治疗 可他的治疗费用还有二十多万元的缺口 韩子序的父亲希望 社会上能有更多的好心人 伸出援助之手 帮他渡过难关 根据我们记者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小子序的情况 现在不太乐观 因为他实际上他得的病 不是一个一个病 他还需要闯过四关 首先需要对腹腔中的淋巴流进行化疗 实际成熟之后 才能做骨髓移植治疗白血病 现在他的捐款仅剩下了三十万 而移植后淋巴流的治疗 以及骨髓移植后的康复 初步估计至少还需要五十万 所以为了仔细争取这一线生机 我们还仍然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助他 那么我们也知道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天使云的项目 一直在关注着子序 刚才朱主任说了 他可以申请小天使基金 现在子序已经在申请了 那么同时也为子序专门开通了 这个网店筹款这样的一个渠道 就是让大家通过这个虚拟的产品来帮助他 但是我想电视基金的观众朋友恐怕对这种方式 还觉得非常的陌生 周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大家知道网店就是在淘宝网店上面 我们平时在上面购物的时候 这个登录的方式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需要在搜索店铺的时候 搜索一下生命天使工艺超市 这样就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主页 就能看到旭日东升这款产品 就是给小子序募款的产品 那么我们点立即捐赠之后 我们还要有一个确认收获 因为这是一个虚拟产品 不存在一个实际的运输 这样的话捐款就可以到账 我们就可以给子序发生这样的直接的募捐了 非常的感谢 其实我今天觉得朱主任来到现场 应该是参与到对子序的这种救助当中 也是让子序他的家人 所有的亲人朋友看到了这样的一些希望 同时也会让更多像子序一样的 就是患病病儿的这种家庭 看到了这样的一些希望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 也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我们来看几条 天天想你六五九说 我的孩子也是白血病 家里该借的都借了 现在真的快走到山穷水尽了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很绝望 我该找哪帮帮我们 这位朋友说 这个老师教过我 我初一时的语文老师 人不错很好 希望大家都能够伸出援助之手 一个人尽一份微小之力 汇聚在一起就会成为爱的海洋 明老师我们永远敬爱的老师 这位网友 他是刚才通过我们的节目认出来 那个明老师就是子序的妈妈 是曾经他的老师 所以他希望大家能够帮助一下老师 平凡的心说 小子序太可怜了 还这么小就要面对成年人 都不能承受的病 祝福他早日康复 在这里我们也非常的感动 大家都这么关心子序 其实今天周主任来到缅博市 也给大家 也给子序带来了一份祝福 对吧 对 昨天去看子序 发现他的病情现在挺复杂的 然后孩子写个字都很费劲 所以我们想给子序加油 所以昨天我们就号召了一下 我们认识的孩子们 或者大家转发微信 给子序加油 所以我们 我们现在看到大屏幕上 已经就是 全部都是这些孩子们 亲朋好友给韩子序的加油 祝子序早日康复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 接触到子序的故事 大家非常的难过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份份的爱心 同时也收获了感动 白玉怎么看 是 其实我们说爱心的收获 它不是说一对一的收获 而是有一个平台 有一个渠道 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 一个新的互联网的时代 那么在互联网的时代当中 其实是给更多的这样的信息传递 带来了一种辩解 我们说现在经常说的叫互联网思维 什么是互联网思维 第一要有互联网 第二是一个大数据 第三是一个云计算 那么与此同时 互联网其实给我们提供了 非常好的两个便捷的条件 第一个就是信息的传递 以前我们可能是拿着一个募款的箱子 让大家来传递爱心 那么现在变成了一个网络的平台 更多的人可以第一时间通过网络 知道这样的信息 第二就是端口的便捷 假如以前我想去救助一个孩子 我可能需要拿着50块钱 100块钱到邮局里边去汇款 很麻烦 如果我想捐3块钱 5块钱 10块钱 我又不愿意去用这么多的时间成本去做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了 可以通过这样的超市 网络超市的方式 哪怕只有几块钱 我可以点击一下 变成了这样一个方便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在互联网时代 可能做公益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带着互联网思维 这样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便利 也能够允许更多的爱心 听听朱主任的意见 是 我们开淘宝网店的时候 当初也是一群志愿者 提高一些创意 那么后来我们也发现 给我们的捐赠人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大家可以就是很容易就实现自己的爱心 那么我们其实也是另外呢 也想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 捐赠爱心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保护一下我们的受主人 尊重他们的隐私和他们的尊严 其实我们经常会这样说 就是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当中 我们需要互相帮助 互相关心 互相爱护 那白宇其实也经常关注这种公益事业 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你也是老嘉宾了 也会经常接触到这样救助他人 这样的一些行动当中来 那么今天接触到这样的一个案例 我看你的眼睛里一直是湿润的 是 因为这样 其实每一个孩子啊 我们觉得能够走进我们的演播室的 他们可能都会让我们觉得很幸运 但是我们还会想到 是不是还有更多的孩子 同样有这样的需求 但是没有办法被我们关注到 那么我们同样希望 他们有一天也能够像这样的孩子 一样的幸运 那么这时候就会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需要搭建一个大的平台 我觉得这个平台是 它需要能够让捐助的提供者 还有有捐助需求的 慈善需求的这样的人 在同一个平台上面 做一个大的数据的分析 同时我们还要管好两个门 一个门是入口 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人 走进这个大平台上面来 另外的一个门就是出口 比如说大家在关注 我捐到的钱以后 是不是每一分钱 都用到了真正该用的地方 那这个时候可能是需要 有一个大家的眼睛 共同来检督 才能让工艺变得透明 公开 有力量 有公信力 那么这个里面可能还需要更多的 一个是从事的人员 要更加的专注 专业 自觉 再有就是我们需要制度的建设 比如说管理的制度 因为新媒体来了 我们的制度建设 机制建设也要与时俱进 同时还要有监督的机制在里面 那刚才我们在听这些网友 微博的议论的时候 有一条 不知道周主任注意到没 就是他就说 他说他们家也有这种情况 非常绝望 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寻找帮助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首先呢 我建议就是孩子 比如说得的白血病 或者是其他的病 我们可以上网搜索一下 某某病的救助 然后可以查到公益机构 然后呢 或者就是找到我们 像我们这些平台 施乐会呀 有一些救助的平台 大家可以自助的方式 可以来 自己来进行一些 解决这些困难的方法 同时还有一些在医保报销 可以进行的范围之内 是吧 对对对 医保这个是 其实是额度最大的 身患重症 他却想放弃治疗 隐瞒病情 他又是出于何种考虑 他怕啥 怕我妈 刚从我手术 在生死边缘 众人的爱心 能否挽救他的生命 被隐瞒的病情 热线十二 明日播出 明日播出